大中華新聞 好 繼續來看這個火團鄉丘 愛國秀是不用出一頂小農民 原來是火團鄉農會 一個月前是來教學同種這個應財 在前的過程不然沒有用農業 又用油肌肥來押菜 修生之後 又在這個好門口 白檔二賣 這賣出來的錢 說都會全保管 加福中心 分鏡這愛心的滋味 拿到暗天趕快把應財掛下來 很多孩子都是頭一次種菜 也因為這樣才知道 會累嗎 很累 超級累的 超級 直到種田就辛苦了 我們現在才知道農夫那麼辛苦 對 好累喔 我以後一定要把菜吃 你看這個七八十歲的老公 一定 孩子跟一人一人的應財交起來 也最精力 準備要在校門口來祈賣 每顆應財就是 每顆應財喔 每顆應財喔 在前面賣 這杯新鮮 剛才四位用菜 一倍才賣十塊 這些蟲啃的痕跡都是 都是因為它沒有用農藥 所以它是有機的 我們完全沒有用任何農藥 所以我們這邊會有出現 一顆一顆的痕跡 很多過路人看到 孩子在愛心疑賣 也都動腳腳步來享用 如果孩子鼓勵 更可以做愛心 我會去跟鄉親分享 你們要多幹什麼 因為小朋友種的啊 一定有機 然後我會去跟好朋友分享 有機的東西 然後有愛心的東西 小朋友說 一個月前在農會協助之下 自己擋手種菜 一開始就各位 要把所有的來關給家父中心 我們種菜都要 可以體會農夫的辛苦 然後還可以做愛心 把那個賺到的錢捐 給家父中心 辛苦的過程 讓孩子學習到跟問笑 這杯愛心用菜 很快就讓他們唱了 有很多人一倍就是十倍二十倍 要跟大家分享 全萬愛心的用菜 大家喜歡的新聞 謝謝兩回答 蔡宏博德 我會知道 謝謝你 這間小聲 我會記得 讓你來 我會知道 我會想不定 我會知道